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也有人乐观看待 认为可以逢低加码买进 我就是便宜的时候换一点 换一点 换一点这样子 反观美元市场上又出现短期高利定存 扎打 汇丰 推利率3.5% 花旗银行则是维持单周4% 台并转强让不少人抢进美元资产 美元现在会是一个进场的时机 不过其实在资产分配上面 还是可以做一些分批布局的方式 大部分的时机在农历年前 我们的台币是会相对强势的 那在那时候或许会有比较好的成本 受到国际局势动荡 进行汇价波动大 想趁势投资的民众 还是得分批布局 买个保险 三连新闻 王云轩 刘雅文 台币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